文昌廟滿滿都是人 父母帶學生拜拜 求學測能有個好成績 而廟裡共桌也超澎湃 水果食物樣樣來 到底什麼能拜 什麼不能拜 香蕉 然後木瓜 然後蘋果 希望明天考試可以順利 粽子 然後蔥 然後一些種源稿什麼之類 包粽包粽 包子粽子 安全牌 發稿也能和粽子一起拜 代表高粽 而芹菜又象徵勤學 蒜頭表示計算題很會算 青蔥則是聰明 菜頭好彩頭 桂花代表發貴 食用油就是加油 還能拜竹筍 因為酸啦酸啦 酸啦酸啦 代表順利 這九樣愛怎麼拜就怎麼拜 但有兩種食物是禁忌 把這些貢品呢 帶回家煮給烤生吃 不可以跟這個丸子 還有雞蛋混在一起煮 丸子雞蛋 諧音是完蛋 民宿專家建議烤生喝茶 也別喝烏龍茶 怕搞烏龍 要是吃完這些食物 會放在心底耿耿於懷 最好還是能避就避 專注考題 新城則靈 記者盧俊傑王山 台中採訪報導 金門水頭港邊 一箱又一箱的貨物 從年貨高粱酒 到小零食日用品統統有 堆到滿出來 甚至都放到馬路上去 而這些人卻不是小三通的遊客 而是一群 專門往來金門於大陸 販賣貨物 從中賺取價差的跑單幫 小三通從起後迎來首個春節假期 看著名聲用品需求增加 單幫客門把金門高粱酒 一箱一箱搬出去 在金門一瓶500元 到了大陸可以賣到800元 而對岸的螺絲粉一包約45元 在台灣賣到180元 過節常用的乾香菇 從對岸的一斤約350元到400元 到台灣可以賣到1200元 利潤驚人 不但有民眾把貨物塞滿自家車 甚至有人把公車當成貨車 行李數量過於誇張 影響其他旅客權益 最高可以帶到三件 每一件30公斤以內 體積的話就是32寸的行李箱 兩件為主 單幫客攜帶大量貨物 擠壓乘車空間 甚至造成搬車延誤 車船處出招 超過限制可以聚運 只盼乘客互相尊重 繼續維持金門公車 常年穩定的服務品質 記者李俊隆王陽金門才能報導 象徵喜慶的紅色麵團 在手中揉捏變化 按記模具中 小朋友也親自動手 體驗製作美食的樂趣 公益青年宋愛下鄉去 蔡衍明愛心基金會 2024年第三場 公益青年宋愛下鄉去活動 19日上午來到新竹縣橫山鄉 傳遞幸福 傳遞愛 除了讓大家共同動手 製作節慶美食 來自閩石科系大學的 學生制工門 也為弱勢家庭 送上旺旺紅包與小禮物 就是我們旺旺愛心基金會 今年第16年到我們橫山這個地方來做送愛心 當然這16年來對我們整個新竹縣來講 他每一年因為每一個低收入或邊緣戶 他大概都有5000的或其他的物資等等 所以他總共花了當時4000多萬 蔡衍明愛心基金會數十年如一日 在過年前深入偏鄉關懷弱勢族群 跟大學生携手合作 用年輕的力量將愛發揚光大 農曆年家家戶戶團圓 也讓偏鄉的弱勢家庭感受到一份溫暖 記者和孟前新竹採訪報導 疫情過後護理師大批出走 部分醫院人力不足只能關掉病床 私立醫院紛紛祭出年終留財策略 新冠醫院2023年 幫護理人員加薪1680元 今年2月起將再調升3%到5.5%的薪資 年終獎金最高給出3.75個月 另再加發獎勵金 那每年我們呼籲在6%以上的健保總額成長 醫療機構的點值 起碼在0.95之上 像振興醫院今年醫院全院調薪 最高10% 年終平均3個月 另外還有特別獎金 馬街醫院今年1月全員調薪 4.5% 年終一個月春節獎金上看2萬8 另還有職員獎金 連林孔長庚連6年榮登最賺醫院 也宣布在加碼慰勞辛苦醫護 只不過醫護環境長期血汗 就怕加薪治標不治本 環境不改善 醫護人力荒恐怕還是難減 而目前台大北榮三總等公立醫院都比照公職人員 發1.5個月年中並同步調整薪資 公立醫院醫護權益也備受關注 政府和主管機關來帶頭做一個加薪的這個宣示的動作 才不會導致說這些優秀的人才 大紛紛留下這個私立醫院 年關將至私立醫院搶留人才 但想讓好的醫療環境永續 不只醫院努力還得從多方面著手 記者黃明鈞陳明軒台北報導